世界各国各族的医疗方法 隆隆种种 无其不有 而其中一种我们似熟悉又非熟悉的医术 亦是起源于中国的隐世医术 我们称之为民间疗法 中国的民间疗法 顾名思义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 以传统集用的方式 对人体疾病进行医治 中国民间疗法千奇百怪 以月疗法和足疗法 就是其中两种 通过中国几千年民间的不断流传 寻找和验证出来的隐世医术 究竟为什么可以经历千年而不须呢 其实为什么一定是在耳术那里去做这一个 就是落针呢 一定是耳术这一步 因为整个耳术就像我们人体那样的一个缩影 一个缩影 所以五状六虎都在耳术那里 我们可以取耳术 就像针角那样取体针那样 小小的耳术总共包含人体九十一个月位 其中六十一个月区 根据人体解剖部位命名的 五个是根据现代医学理论命名 四个根据中医理论命名 全部的月区都能够治疗相应的部位疾病 那是否那个位有问题呢 那个月区就会痛的 是有问题会痛的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它反射出来 是一个反射出来的效果挺好的 因为你哪里痛呢 它在耳术那里可以找到 那时如果说我不知道你哪里痛 那个地方最痛的呢 它知道你以前有个隐病在这里 隐藏的疾病在这里 我们可以先知道的 以悦治病是中国古路而法 最早的文献记载 可以追索到公元前六世纪的 古代医书白书经文 而两俊时期之清代 民间亦盛行以部按摩 当时更被视为重要的养生之道 陈医师在1967年 就跟随父亲联习以月疗法 辰转已经三十几年 能够成为这种民间疗法的 其中一个传人 在他针下已经医治过不少病人 雷小姐 八年前因为一次愿员 令到右边面凹陷 更加令到右耳听觉不灵 雷小姐 你在什么情况下来做这个 引预疗法 最主要是因为我被一块木板打下来 在八年前就凹陷了 八年前吗 是的 八年前因为这个木板打下来 就青了和凹陷了 我做了两次针灸之后 现在突起 剩下少许的预疗 差不多平了 另一位病人陆小姐 由于长期坐在工作的关系 结果在六年前 腰骨开始不断疼痛 你这个是否属于严重的呢 其实挺严重的 因为你上班的时候 经常坐就行了 起的时候要有人扶 就是不扶的意思 因为你起很痛的 你家里的东西做不到 最重要的是我喜欢运动 但就变成了很多时候 你去不到做 但是属于什么病呢 医生说 看这个X缸 他说你没有什么太 在医生西医的角度 他就说 好像只有一点 就说觉得我肥要减肥而已 他说可能是太重 就是不知道什么 有些压力 扎着神经线之内 就是给点止痛药 但是吃完之后 那一阵子都有事 六年来 六小姐因腰痛 不断寻访各方医生 包括跌打按摩 甚至西医 不过经X缸检查之后 都查证不到真正的患病原因 病因不明 每天受着腰痛的折磨 六年间生活变得困难 坐立不安 行路困难 热爱的运动被逼要放弃 但是以悦疗法 令他生活又转肌 那你做了几次针灸之后 开始发觉又好转 其实第三四次都觉得 都已经觉得挺好的 那变成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上了几次 三次我都觉得 没有考虑 我想我不会理 有什么好转呢 最明显的是行山 以前是行不到的 现在星期日通常都同时行山 三次之后已经可以行山 当然不是行很赤的 很高难度的那些 例如是一些水塘 或者是山顶都可以行 那站起身会不会有 痛楚会减轻 没有了 现在不同了 就是你做了三次针灸的时候 是的 就觉得OK 都靠得挺 做运动都OK 耳针是属于中国复杂的 针灸学其中一种 不过经历了千年的演变 已经独立成为一种医学体系 跟这个针灸有什么分别 针灸它是讲经乐 比较深奥一些 而且是全整体的 全身都有 耳朵是局限性在耳朵里 那它的部位就很限制 就不需要什么 就是你找一个月位 这个什么状况 比如说膝头疼痛 你找膝头疼痛 那么你经过辨证之后 再加其他预计 这个比较简单 就是不需要经历的虚实 这些就不需要进去 但是是不是什么病都需要 两样东西都配合的 有些简单的 好像有些是简单头疼 或者是简单的腰骨疼 这些咬一咬 它就可以解除到 以月疗法 施针的精髓 在于重点出击 哪个为止出现问题 就对病患处施针 以这位老先生为例 有严重膝头疼痛 所以施针的地方 就着重止痛和保腰 在膝头疼痛 那么就成功了 膝头疼痛 膝头疼痛 你需要止痛 我们就用那个神门 这个神门可以帮止痛 针到神门和止痛 那么现在要补回去 补回来就补回腎 这个三角窝 就是下底这里 脚椅栗下底 这个就是腎 那这个 就是补到腎 补到腰里了 妙绝的耳针手法 五花八门 保守古计都有三十多种 目前 民间最流行的方法 主要有 针刺 磁提针 放血 以贴几种 以血疗法 以针刺点压 放血等方法 刺激分布在耳部的月位 尤其对疼痛的疾病 效果最好 尤其对疼痛的疾病 与针刺 那你用的针有分别吗 不同 针刺 你有长短的 至少用串半 但是你的鱼 你就不要太长了 只要用五分针就可以了 因为你太长了 你针到耳朵 定下定下 就达不到目的 中国医术 今天渐渐名传海外 八十年代初 联合国卫生组织 确认以月疗法为一种有效的治病方法 以月成为疼痛性疾病的黑星 不过天下疾病 何止千万 以月疗法 都有医不好的患疾病 例如今 很胜痕 比如爱滋病 或者癌症 第一号杀手 全会遗险在这里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八病 这个是八病之外 因为你那些爱滋病 这些血液的问题 这个就很难了 或者你是内分泌失调 神经的问题 这个方面就比较好些 癌症 癌症 癌症这个就可以止痛 那些很痛 你要吃止痛药 或者打麻痹才能止痛 你就不需要用这个了 那我们用耳针 立刻可以止痛 疼痛性的疾病 虽然并不算是一种致命的患疾 但是以月疗法 这种流传超过千年的 中国民间隐世医術 无疑为所有被各类疼痛疾病 并不折磨的病人 带来一点希望 触疗法 是中国古代民间描法的其中一种 远在古老的瑜伽书中 已经对这种方法有记载 而在远古的佛教中 一直流传佛竹石 据说是释迦牟尼入灭之前 所留下的竹印 因此被受信徒的尊崇 而在佛竹石上面 亦清楚描绘了人体结构图 其实触疗法 一度曾经试过没落 当时由于针灸和药物兴起 触疗法慢慢受人忽视 不过由于这种技术 经过几千年流传 已经深入民间加传无曉 所以在以提面授的情况之下 得以世代相传 几千年后的今日 在机缘巧合之下 叶军强医师 成为民间隐世医术的 其中一个传人 研习足疗法超过五十年的他 深信这种医术的成效 但是最显著是什么病 你说胃病 不睡得觉 情绪低落那些是最好的 在行医的几十年内 叶医师医治过的奇难集症 不计其数 当中可谓最难忘最神奇的症状 就是有一位二十一岁的女病人 要求用足疗法增高 做了几次之后 她高了一点 高了一点 我说为何反应得这么好呢 我都很少见到有这样的人 明显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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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她就再做 后来我交代她 妈妈跟她继续做 那我就跟她做 做到她呢 她每逢做过之后 半夜就疲痛 你猜怎样痛呢 手骨折 关节 脚骨 关节 腰骨 痛到什么 半夜都痛 他在高 他在高 一路 结果你猜她高了多少 高了三十多 叶医师对于这种神奇功效 起初都感到杂杂清奇 半信半疑 后来再经研究之下 得到一个满意的解释 那女生为什么可以增到高呢 增高的原理很简单 因为我们足底的反射呢 主要就是按压她的脑垂体 从果体 这个脑垂体 分给一些出来刺激我们的甲藏线 甲藏线呢 就产生甲藏线激素 生长激素 所以呢 骨質生长激素 那令到我们的新区呢 就是正常去发展 所以呢 就可以增高 今日的足疗法 建医学验证 可以称为 脚底反射区治疗法 人的足部那里呢 有几多个反射区 有六十几个 一个还是两个 一个还是两个 两个加买 但是每一个反射区 是不是代表每一个身体 它不是说每一个器官 就是总而言之呢 每一个反射区 就是代表一个区域 一个区域 就是比方你腰骨 有腰骨的地区 这个肝心皮肺腎 有肝心皮肺腎 那两只脚怎样分呢 心脏呢就是在左脚 肝心皮肺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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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肝心皮肺腎 有肝心皮肺腎 根据中国最古老的 皇帝来经一书记载 治病原理 是上区病在下区 那有足部按摩治疗 那个原理在哪里 原理呢 主要呢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个部位 就是神输尿管旁钢 神输尿管旁钢 神输尿管旁钢 但是呢 做了神输尿管旁钢 就是等于城市规划一样 先做好下水道 然后再做上层的建筑 简单来说 脚部包含人体各个器官的反射区 人体如果有病 可以由反射区反射出来 反射区的位置 和人体器官的位置 有一种连贯关系 按摩反射区 就能够产生最强的刺激作用 促进血液循环 而达到治病疗效 是否所有的不舒服 有些什么病 是否原理都一样 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那个 比方他胃病 胃不舒服 他的结晶一定在他的反射区 在他背了他 虽然每个人的脚有大有小 但是他的反射区 当然在这里坐着 简单的医学疗法 按摩的过程 手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有些是需要拆的 有些是需要点的 鱼的 例如呢 比方的腎上线 我们需要鱼的 就是好像这样鱼下去 是 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有这个分别呢 他鱼下去呢 因为他的腎上线是深藏的 深藏在脚底入 如果只是这样 鱼不到 他因为如果一鱼到他 鱼到正的话 他会立即有一种反应 有个反应 这样的 就收到一定的功效 这些反射区 是不用拆的吗 拆的 我们多数 有时候胃多数拆 心脏多数拆 还有肝脏 有时候 他以为是保健 保健多数拆的 可以轻柔一点 中医理论 讲求阴阳平衡 而人体内 可分为阴和阳 一切活动 必定要建基 在平衡的基础上 从而达到 互相制约 互相辅助的功能 在按摩的时候 有没有说 手法是按摩了的 和右的 会不会有不同呢 都是差不多一样 不过早就一定要先左脚 为什麽 因为左属羊 右属阴 是 而且左边 现在是心臟 今年七十多岁的叶医师 五十年前 无意间接触到足疗法 小想不到 他今天会赖以为生 更想不到 他为了将足疗法的功效 发挥至极点 于是 二十年前 他更加研习中医理论 将两者融会贯通 我们跟他医 一定要跟他搞定 五臟六夫 五臟六夫 如何搞定 就是从足底反射 反射去调理好 然后配合用药 那时候 先开始用药 数半功倍 那这里有很多药 有什麽药 可以介绍一下 可以介绍一下 例如血虎做乳汤 有些人的心臟 冠状动物 触氧硬化 那我们做到一方面 做到他的心臟 变得更正常 那我们又加上这些药物 加上这些药物 加上这些药物 就变成了令到他 这些是血虎做乳汤 令到他的血乳 立即可以散开 足疗法 对叶医师来说 不单止是一门银食工具 他更视为终生的抱负 他深信 这门隐世医术 可以令病者 重燃希望 不过 在他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所得 足疗法 未必人人可治 百病可医 其实不是个个人 都有这麽明显的 真是见效 哪些人会有 那很难 即是比方 这个人是敏感一点 聪明一点 这些人就反而会见效一点 是啊 他这个神经的感应 反射 我曾经这个肺肌症 两个都是肺肌症的 他初时觉得痛苦 我和他做 做了之后他觉得很舒服 自己甚至到起床 走到街上去喝才买点 但是结果呢 几个月之后 他都是 都是 中国古墨的民间隐世医术 给人有一种 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感觉 他说 能够流传超过千年不须 正正引证着中国古文明医学的无穷智慧 人类要预知病魔何时降临身上 听起来绝对是天方夜谭 现在一部接驳电脑的仪器 竟然可以在数分钟之内 检测到人体三千九百多项身体数据 和各种疾病 这种预知能力 能不能够为亿万的人类 避免受病毒所侵扰呢 肌肉萎缩症 在现今医学界 仍然是束手无策的问题 一个奇貌不扬的脑中医 一幅加传比方的山草药 据说可以将肌肉萎缩病人彻底治愈 我们尝试跟进一位肌肉萎缩的小朋友 超过三个月 究竟他的病情可不可以弱道病除呢 尋找隐世医术